文明 就是對我來講 她是一個很照顧人的前輩 那因為其實沒有常密切聯絡 但就是在戲劇跟主持上面 偶爾碰到的時候 他也會提點一些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可能都會有需要沉澱的時候 所以我也就是尊重歌的決定 那我當然也覺得就是 每件事情就是你知道 風波就是這樣子 可能會有一陣子的延燒 但就希望每個人都能夠 好好的踏實的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自己因為我沒有上過他的表演課 那都是比較是同事跟夥伴的角色 對 那 呃 他對我們就是 對我就像是提進後輩 因為我從小就跟他一起工作啦 從小小的時候那種四五歲 對啊 所以他對我就是像一個大哥哥 有點像是一個爸爸 對 所以其實希望 接下來每個人都能夠好好的 耳聞類似的狀況嗎 我真的沒有聽說過耶 通常都是工作的情況上面 遇到 那私底下也好像也沒有聽過 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但就是看到新聞蠻震驚的 但也覺得每個人的決定都要尊重 嗯 也在演藝圈這麼多年 有沒有類似或者是說聽過這樣子 哦 大家比較有疑慮的情況發生 我自己是有遇過 但因為我那時候年紀比較小 所以來的是一個是一個外國的貴賓啦 對 所以當他們有時候拍照啊 可能是比較禮貌性的會想要搂腰或什麼 那如果我自己覺得不太舒服 或者是要拒絕的時候我的手就會架起來 對 就是主動會有一些對自己的保護措施吧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敏感度 可能對方知道你有一個防備了 他就比較不會去輕易的 對你做出不禮貌的行為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覺得有不舒服的 就是要當面說出來 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覺嘛 對 如果真的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要 不要讓這種事情變成一個習慣 那當然自己也是要做好保護自己的一些方式 但是我是覺得 真的 現在這個話有這麼嚴燒嗎 那我真的有不舒服的情況可以說出來 但我覺得有時候身為女生啦 或者是就是 比較不想要別人跟你有肢體碰觸的時候 我自己是會比較明確的拒絕的 對啊 像高中有公車社長在那邊摸我屁股的時候 我是直接尖叫叫司機挺輕的 對啊